中国河南公安局的网站消息说 拘捕人权牛律师是根据当事人赵薇的举报 指控人权牛律师散布虚假信息 侮辱赵薇的名誉 但是赵薇的家人及外界仍然不知道 被官方宣布取保候审的赵薇目前身在何处 赵薇的微博日前发文 对办案民警表示感恩 并指称这是受其原雇主李和平律师蒙骗 有分析推测90后的女生赵薇 可能是处于官方压力之下 或者受到当局的利用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赵薇的丈夫游明磊 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游先生你好 你好 赵薇获准取保候审 她目前身在何处 你们夫妻团聚了吗 没有 目前还没有任何她的消息 那么你知道赵薇目前身在何处吗 不知道 好的 那么当局呢 请讲 我这一两天准备去湾南那边了解一下她到底回到她老家了没有 那么当局指称说拘押任权牛律师呢是根据赵薇的举报认为她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也对赵薇的名誉造成侮辱 那么游先生您怎么看官方的这样一种说法 首先赵薇现在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她人在哪也是否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就从赵薇个人的这个基本的这种思维逻辑来看的话 我想她不会去认为任律师的这个对她有人身污辱等等这种的行为 她也不可能去举报说任律师对她有人身污辱这种情况 应该是官方那边说杜撰或者是利用赵薇的这个微博所散发的言论 好的 那么有分析推测 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些 说举报人权牛呢可能是赵薇获准取保候审的一个条件之一 这些分析认为呢一个90后的女生可能处于官方压力之下 或者受到当局的利用 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游先生 我目前来说我并不是认为是这个是一个赵薇取保候审的条件吧 但是具体情况我觉得还得跟 如果能有哪天能够见到赵薇的话 我会亲自跟他合起这个情况 我相信这种情况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任全牛先生呢 是您为赵薇聘请的律师 那么游先生请您评价一下任全牛律师 您认为他在承担这个赵薇案过程当中做的怎么样 您认为 他是做的非常尽职尽责的 非常好的 这一年多 三近一年的时间 他几次 至少六到七次去天津 想要求会见赵薇 但是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 在这种情况上面 任全牛律师一直在跟官方交涉 包括像那个检察院控告等等 包括甚至做一些信息公开啊什么的 任全牛律师应该来说是做的非常尽职的 非常好的 好的 我们感谢游明磊先生 在福建接受我们的采访 144 003 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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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005 002 005 005 10